但傳說中的梁芳,那個偏方就真的會燉鱷魚肉 燉完之後入獎,那時候好像一百多元一包 鱷魚肉其實很貴,又不至於很貴 逐個鱷魚肉煲,煲鱷魚肉很貴 他還貴,你還貴嗎? 我怕那時候是小學的時候,那時候煲是一塊水 我記得一鍋鍋鍋鍋鍋,就不重量一塊水,很貴 你覺得貴嗎?我會覺得一般般 我的舅父小時候,我聽到我婆婆、阿公、媽媽他們說 我舅父小時候是咳到糟糕的,真的咳到糟糕的 然後真的咳到糟糕的,是咳到糟糕的 還有那些翻風下雨,一天氣變人家的感冒,他是咳到糟糕的 最後搞了很多年,很多醫生都搞不懂 最後就是吃什麼呢,他跟剛才吃的東西差不多 但就沒有鱷魚肉,就是吃村貝,只用村貝煲水喝 然後就是這樣煲村貝水,就是這樣喝村貝水喝得好 應該是長期喝的 我想問那時候你舅父有沒有咳到氣管有血,有血絲之類的 那我就不知道 那我就不知道,我打我身臂太身臂血絲我就知道 類似這樣的情況,就是聽我婆婆的方向 就是用村貝,然後滑架,然後滑架,還有紅棗,還有紅棗 還有那些不能生臂漢漢的 真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村貝加什麼便宜的東西,最可以發揮功效呢 就是琵琶,還有紅棗,是雪梨 噢,是呀,是呀,雪梨也是,滑了芯出來 然後倒一些村貝,那些少許蜂蜜,倒下去,然後燉它 看到我的眼睛嗎 燉完之後,看到,大家都明白,很開心 然後燉完之後,那個雪梨,你可以吃得完 好噁心的,那些雪梨,都真的 這個雪梨聽聞都很好,但有人說千萬不要這樣吃雪梨 為什麼,因為咳的時候會很濃 那你有沒有吃過什麼,燉,燉鑽的 燉鑽那些,真的啊,燉鑽,我想吃一次 燉鑽,好吃的啊 神經病,你真的有這東西啊,大哥 真的,真的,真的 你怎麼燉鑽呢,你介紹一下 你立即上網上看看有沒有燉鑽的 你介紹就行了,怎麼燉鑽呢 我沒吃過,我見過嘛,真的一個鑽,然後開了一個面子的洞 然後像西瓜中一樣,然後你可以燉裡面的肉 好噁心的,真的,真的 即是那個肉,氣餅就是那個橙 然後裡面是可以燉鑽的 但是它厲害,但是它厲害 不知道有什麼功效 但是人們經常都說橙肉其實是野甜野咳 不是啊,我知道是什麼 大家知不知道,吃橙是不是要醫的 其實那些醫是有益的 那些醫雖然是難消化的 但是我不能忘記了就是醫什麼東西 真的 吃醫什麼東西 是啊,我真的不知道是醫什麼東西 醫良醫 所以可能就是紙咳 真的有的 你燉鑽的橙呢 我相信你 你燉鑽的橙是破爛的,是融的 其實連那些醫也破爛的 是融的了 所以你吃了可能就好一點 但回頭說,在科學角度 如果你燉鑽到某一個溫度的話 是有機會令到它本來的纖維素 噢,那什麼東西都會的 其實再科學一點,我覺得所有東西都沒有關係 你想想為什麼,雪梨其實是野咳的 野痰,甜 所以會咳的 橙的其實會野咳的 因為又是甜,又是淡會咳的 但為什麼煮完之後,兩個都可以E咳呢 那些糖分死掉了 不是啊,終於昨天我想到原因了 我昨天其實咳得很好 你撿眼鏡的時候 突然間就說Inspire了你 不是,在晚上的時候 在晚上的時候 在晚上的時候 覺醒了還是呢 我已經找醒了 我還在那裡電力 人覺醒去覺醒 人家覺醒是得到一個重大的秘密 啊,我終於開發了一件東西出來 可以撿眼多錢 你終於開發了一件事 可不可以示範一下他覺醒那個畫面 我昨天一戴複眼鏡那一刻 我想到了 為什麼可以E咳呢 其實是因為你吃熱東西就可以E咳 哪個關係啊 關事 你吃熱牛扒會不會 所以 你不想吃火鍋 我昨天就在打火鍋 整天的東西 司徒先生 其實不想是這樣的 原因是 我先說一說 你先說一說 因為昨天其實咳得半死了 我前天的關事咳得瘋 我一夜晚和早上的時候 我會咳醒自己 然後停不在 然後我女朋友跟我說 我會打火鍋 那我又不好意思拒絕他 真的好 我不好意思拒絕他 他打算送你一程 我覺得是的 但他沒有咳咳 打火鍋 但是真的是 你打火鍋 真的要戒鍋 但你不要喝汽水 不要喝冬的東西 但你也有喝 但我最後一刻是吃熱的 因為那個 那個問題是什麼呢 你叫趕鬼出趕鬼入 那個問題其實像什麼 就是你喝熱水到喉嚨 其實你喝熱水到喉嚨 其實你喝熱水到喉嚨 你真的會舒服 所以有些人又說 你戴頸巾圍於一條鏡 是真的會沒事的 沒錯 其實燉什麼東西都好 其實那個概念 我都是因為他熱呼 這樣 如果你有聽過 你發燒還是說你感冒 出來喝酒 喝完酒沒事的 有 有 是嗎 我也有試過 這個我知道為什麼 我第一天咳得很厲害的時候 我跟Kyle一起吃東西 但我不能提他 不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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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我們喪飲啤酒 你喪飲啤酒 我喪飲啤酒 他們沒有喝 我喪飲啤酒 我喝完之後 真的沒什麼咳咳 你知道為什麼嗎 醉了 不是醉了 其實酒精是會令血液運行的 有很多人都說你病的時候 最好是什麼 焗身汗 汗一出來就是跟你的病菌 就會跟著汗一齊蒸發出來 所以就沒有病了 喝酒 我懷疑是同一個道理 因為你行得很行血 就算你沒有病 你喝完酒你個人都很習慣 喝酒真的不錯 但我想說 Ceo那隻 就不是韓咳 不是 我忘記了 總之不關氣管事 信一和九咳 我忘記了 我不敢亂講 乾咳 總之他不關氣管事 你這樣做就沒有問題 但是為什麼關氣管事有問題 因為 反過來 你是冷擠到氣管的時候 有機會令到 那件事是 反過來的 阿狗你有沒有東西是不懂的 阿狗 我想問很久了阿爹 我也不懂的 阿狗 阿狗 我不是算的 我真的想知道阿狗 阿狗 剛才說 有人說 比如 村貝琵琶 那些 村貝水 村貝和雪梨 抱歉 但我告訴大家 村貝琵琶歌是沒有用的 村貝琵琶歌是沒有用的 那些真的沒有用的 那些真的沒有用的 如果氣管呢 反過來是有用的 對 剛才剛才說的 冷東西令到氣管收縮 所以咳 所以氣管敏感 你吃熱東西令到氣管闊 所以吃熱東西令到氣管闊 所以吃燉什麼東西 蒸什麼東西跟打火鍋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可以幫到你的 一 屌蟹 二 打機 阿狗 你告訴你屌蟹跟打機都不行 打機都不行 打機都是不行的 特別是什麼 你真是 病是屌不屌蟹的 不是啊 不是啊 你聽病啊 聽偏方說 屌蟹呢 如果你感冒的話 是會醫治得到的 你過了給他 不是啊 這句話 這個跟性交主有什麼分別 其實沒有分別的 他屌蟹有病啊 屌蟹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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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打機是煙不屌蟹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會燥底 為何你不覺得 我家人很屌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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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打機 通常去機店的冷氣很厲害 最重要的是 現在的機店雖然是禁煙 但經常都有一股煙味 所以那股煙味 其實是建議令人咳蟹 所以打機 我覺得這個就差一點 這個就不可以 鑽蟹有病 鑽蟹是指不到咳蟹的 我告訴大家 他只可以緩和 我家人很屌蟹 其實我現在是不停喝這個 煙魔村貝牙的膏 即是配膚人的物體 你喝完第一浸 喝完兩浸 你沒用的 真是廢 然後他拿完浸 之後你很屌蟹 很屌蟹 很屌蟹 你知不知道村貝牙膏 甚至吃村貝牙膏 都是要熱吃好的 不是這樣倒出來 等一下 是就這樣拍的 有很多人都說就這樣拍的 你買回來後 不會把熱醉給你拍的 但正常你都會喝一杯暖水吧 對 其實最好是用熱水做一做它 然後看到它是暖暖的 然後再不離成 你這樣跟熱水有什麼分別 又是一個概念 又是沒有分別 最後那些都是奸雙的行為 都是騙你喘的 但我有一個 這個真的是兼偏方的 我媽小時候 就表演給我看 他喉嚨很癢 小時候家裡窮 阿仔幫你咬 知不知道怎樣 我喉嚨很癢 喉嚨很癢 我教你一弟 你很有用 拿一瓶驅峰油 滴在喉嚨上 是路人家說的 這個不是我媽 這個是我婆 因為在圍村的人 是很喜歡這樣做的 因為他們沒有什麼 這個我也相信 這個跟薄荷的概念差不多 如果沒有那些什麼 驅峰油 如果沒有驅峰油 你們會怎樣做 白花油 萬十雷噸 我一個方法 以下發出的聲響 會有點難聽 如果我喉嚨很癢 我會幫自己招 是 真的 但那些聲響是有點難聽的 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 你不用說 劉柯 交個咪給我 因為我身邊那個 一模一樣跟你 搶那些十倍的聲響 真的好像一隻蟬鎚 有時候我跟他睡覺 他一隻肥蟬鎚 然後我還有一個朋友 我一開始不相信 原來我還有一個朋友 他也會這樣 招喉嚨 他說你招開就要經常招 因為你拉開他 你會很癢 但每個人都得到這個技能 我招喉嚨 但會沒有聲音 我可以招喉嚨 可能會沒有聲音 我不會 你自己會聽到有聲音 一定會有的 即是怎樣 你的肌肉反過來 不是啊 不用一條肌肉 那些肌肉呢 他那些動作 類似 你是開合的食道 類似搓痰的感覺 剛才是含鈴 心吼 我還沒試過 我真的不知道像不像一天 你想到想到了 為什麼 卡會想到心吼 我真的沒試過 我真的不會 但你們還有沒有奇怪的偏方 有些人說 我很多人說龍角省 龍角省是日本 但其實龍角省就不會是日本 那些人特意撲回來的 我真的跟大家說 其實龍角省是治什麼 治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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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吃龍角省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現在都沒有吃 Touch root 我真的很少吃 而且我好像 自從升中學以來 我還沒試過發燒 嘩 你都叫得到 等一下 你知不知道發燒的情況如何 發燒高 不知道多少度 你會不會自己覺得 你會不會自己覺得 那我看了醫生 有些人 不知道自己其實發燒的 對 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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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撐得住不知道自己發燒的 那我可能是 但你有看醫生的 那他沒有探業就不知道 他可能燒到四十幾度自己不認知 然後我沒事的 其實他可能燒到瘋了 我真的 我從中學以來 我到現在 我自己知道的發燒是一次都沒有試過的 OK 我有的 我唯一最咳我都不會的 流鼻血 我從來沒有試過 除了做手術 我最厲害 都是感冒 因為翻風一天氣 那些感冒是經常有的 你也經常有的 狗也經常有的 狗是 簡直是王者 是 感冒是王者 我覺得是 有一次 有一次 他不算王者 我不算 他論什麼 論之牌子還沒等到他 有一個已經不在那 那個 不是在那 不是在香港 那個是王者 那個叫林雨揚 那個真的是表表者 他真的瘋得爆 我們是買牌藥 他是買雙藥 我有一次 那時候我病得很辛苦 那時候還在舊公司 在樓上那個位置 然後問他 林先生我病了 可不可以給你一顆 不要給你一顆 那個廚藥有兩箱 你自己拿一顆去吃 還有這傢伙 是厲害到甚麼 你們兩個要讓一讓開 因為我知道有點不衛生 他經常是這樣 我以下做的事情 是經常的 可能過五分鐘就一次 我以為是說excuse me 又沒有事 excuse me 是很重要的 但他是不敢掩口 但他是控制不到 大家似的 他已經很慣了 你撿不撿手上來 你是不敢敢進入房間 當他是這樣的時候 他還要是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有三百六十二日是這樣的 那你終於明白 為何我們那個房間 是要玻璃房 然後他暈倒在裡面 我們看不到 林雨揚才是最高的房間 林雨揚如何爆炸 我懷疑很大的關係 是因為他經常鼻敏感 鼻敏感很容易令一個人很燥 還有最死的那一刻鼻敏感 你不能醫治 那一刻真的好 你錯了 你錯了 鼻敏感是有得醫的 我就根治了鼻敏感 其實我小時候也是鼻敏感 例如是瘋子 我真的會打到自己鼻噴血 喉嚨會吐血 最後我看醫生 他說原來有很多人 香港人很多 天生的鼻黏膜很多 鼻黏膜很多容易敏感 敏感很容易就像林雨揚那樣 好像阿狗那樣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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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чер bonito 嘶嘶嘶咕 切啊 切除 他不會切完你 這個床是鼻黏膜我也有用的 而薹理化馬 journals 切了部份在鼻黏膜的時候 不知哪幾天你要去那些醫師那裡 去不知焗些什麼東西給你的 總之一年是那三天 你如果掉了就下一年 天照嘛 但這個我好像有聽聞試過 因為我以前跟那些中醫師是很友善的 因為我阿婆 你兩個是不是的 一個是很友善 一個有這麼多偏方 他剛才才調完我 三福天儀 現在說信 因為那時候 我好像有聽過和試過 但我覺得不合理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我小時候 其實我在廣州出生的 廣州人其實很喜歡中醫 不論是新醫 西醫 那個年代 我阿婆那個年代 所以我跟一個中醫師是很友善的 那時候他教過兩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就是好像是這樣的 我不記得是不是 這是醫鼻敏感的 不能弱 第二樣東西是我從小也是很嚴重的一件事 就是腸抽筋 腸抽筋是沒得醫的 腸抽筋痛到瘋了 他又說是有得醫的 等一下 你腸抽筋是一個位置 還是到處走 好像是四處走的 即是有空在這裏 有空在這裏 有空在這裏 但通常好像是下面的 橫鴉搶的 對 橫鴉搶的類似 總之他是有得醫的 然後怎樣醫呢 拿手出來 擦熱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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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熱它之後敷下去 紅狗 我擦熱它 收了多少錢 所以我才說 其實每個人這樣和長抽筋都是沒得意的 我親身試 我驚訝 腸抽筋和胃抽筋 真的沒得意 腸抽筋和胃抽筋是要立刻打針的 打針舒緩的 我好像不是說過 我有一次抽筋和胃抽筋看醫生 進去排隊的時候 醫生 看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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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不懂 她說我玩了 你們還有沒有一些奇怪的偏方嗎 但剛才說橫鴉搶這件事 我奉勸大家 橫鴉搶其實不是亂切的 有很多人覺得橫鴉搶是沒用的 有很多人都說 那是腸尾而已 切了它沒事的 綁回去就可以了 我告訴大家是錯的 我勸大家 如果醫生說 腸有什麼問題 要你切橫鴉搶的時候 你真的認真考慮清楚 是不是應該切 我爸爸就是切了橫鴉搶的人 因為原來橫鴉搶是有它實際的用途 是怎樣的 我忘了 但如果你切了橫鴉搶 你亂任切了橫鴉搶是會影響你的消化的 你以後有很多東西吃不到的 會不會切錯位 不是切錯位 是切了橫鴉搶 你切了之後 你以後有很多東西 是不能吃的 那你現在 你家人究竟是什麼事 不能吃些什麼 油膩不能吃 然後他有很多東西都不能吃 我真的懷疑他切錯東西 不是切錯東西 是真的切了橫鴉搶 就是那個末端那裡 所以千萬不要亂切 其實我一直想說一個偏方 所有男士都要聽 我不需要莊揚 真的喔 這些不是莊揚 是突然間一致 那我還不用說話 就是穿慶你的手 不當然了 任毒二蜜 我沒有試過 因為我不需要 那我有一位Gay friend 就跟我說 沒錯Billy 有幾位Gay friend 他就跟我說 有一次他不幸地 拿了一顆Panadol 還有一罐紅色的可樂 還有一罐紅色的可樂 喝了之後 他說他發發聲 三個小時 我猜 停不到 我猜都是什麼環境 首先他真的是病 然後他以為自己很厲害 然後就以為自己很厲害 那我沒有想射過 我就沒有試過 他就跟我說 不知道三個小時 還是六個小時 我忘記了 他BANG了三個小時 我猜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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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扯行六個小時 還是三個小時 我猜錯了 我猜錯了 你猜錯了 你猜錯了 我猜錯了 但是呢 扯六個小時也未必會痛 我猜錯了 我聽過 其實扯語你不是很痛 最痛是有動作動作 不會的 你想想 那路長期充血 充血 充血六個小時 六個小時充血 然後你還要想想 你在街上 你不能脫掉褲子 有他自己升天 你是不停叫他左右搖擺 他在家裡 我又不知道結果是怎樣 他就說很累 他就說很累 他問不問 但是呢 我曾經 我摺七都不敢想 要不吃藥 要不吃藥 要不他真的病了 我真的嘗試過上網找這個偏方 還是你自己嘗試過 沒有 我沒有這樣嘗試 但是真的有 曾經我見過 有些人說過這件事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很多人是吃壁 林宇揚那樣 他又喜歡喝紅色可樂 他認真的 那我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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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我整個廁所撞到你 那我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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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剪掉了 麻煩你 難怪Panadar 難怪這些東西 原來差距就是在這裡 但是這樣也很危險 沒有Panadar加紅色可樂 其實很容易 但不是的 其實醫生 你看看你路細線 那我常常喝紅色可樂 有常常病 病去Panadar 拍完去喝可樂 麻煩你整個人 你不是搞錯了 阿狗其實是說頭髮的聲音 不是這個頭 他真的說下面 他不是用頭 他是用滷 那你 不會說滷頸的 叫你的朋友打你 我真的不知道 我有機會叫他 再問他一次 我們還有一個 三菲之怎麼搞 西瓜箱 我真的沒用過這麼大的 西瓜箱沒用過 但是西瓜箱好像被禁止了 是嗎 有毒了嗎 好像是水人毒 嘩 你有多少水人啊 不知道 但是屌你的東西是這樣的 他說過不了檢疫就算了 但是有 我記得現在出過一隻 是過得到的西瓜箱 但是那個效果好像沒有那麼好的 但是現在呢 敏伯物是真的好 有很多偏方 有鹽 鹽我聽過 是不是這樣塗一點點 然後塗進去 塗進去 塗進去 有人說用鹽來塗進去 其實是一樣的 有沒有試過咬爆他 嘩 好痛啊 就是好像擠暗瘡 在裡面拿牙擠 但是菲之不是都爆了 但是咬爆他是快點好的 你真的試過 菲之不是都爆了 但是那些人經常咬爆他的 其實 我是爆的 山裡面有暗瘡而已 我經常都爆過 但是菲之是因為熱氣 還是你有個位置損了 口汗激陽 口汗激陽 那他怎樣才會好呢 他真的要爛到變成白色呢 那他就會好 對呀 白色 白色其實已經爛了 你怎樣拉著 自己咬到他 你特意咬爆他 讓他快點變白色 是啊 你現在拉著一塊東西 那就是 以你專業的經驗 你試過見到一個Client 他最多一個口幾多粒 肥子 可能都是一粒 一粒至兩粒 有一些是幾粒 生成一粒 整隻手指公那麼大 嘩 我跟他講 我試過一次是 尾指的指甲 我跟他講 我試過 我試過全口腔毀爛 嘩 嘩 因為 因為 因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 叫你不要舔 你不要舔了 你不要舔了 他常發草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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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以前 那份工呢 就不見天 再加上 沒有什麼運動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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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怎樣 你整個口罩在 原來呢 為河 有全口腔毀爛這個問題呢 我先知道那個全口腔的鼓勵是怎樣的 就是兩個口腔裡面兩面 上唇下唇裡面兼牙肉圈著這個位置 那不是很臭嗎 那些是不臭的 因為你全都爆了那個已經是沒什麼產品了 是因為那些叫拋疹 不用擔心 你會不會是你擔心 她的女生都還沒擔心關你什麼事 因為那時候免疫力失調 其實是很簡單的 只要免疫力失調就有這個可能性 因為拋產是一些免疫力的症狀 所以有人說維他命C也比較好 有幾個方法 就是不斷保護維他命C 一是不斷做運動 做好自己的體格 這個是真的 另外一個方法 你如果在那段時間你要吃東西 是吃流質的東西和動的東西 她說得很哭 她說得很可憐 我連續三年都是在九月 是啊 連續三年同一個時間 九月我出生 維持了多久 維持了三年 每一次嗎 第一次維持了整個 你有拍拖嗎 有 應該沒怎麼辦 沒有辦法 那就戴口罩 她不會害怕 想不想找一條女子打個Kellin就可以了 是啊 和你做運動 第一年 第一年 熬了一個多星期 第二年 知道竅妙在哪裏 就不斷兌維他命C 然後一個星期內就完成 第三年 除了兌維他命C之外 不斷做運動 然後兩三天就完成了 免疫力是很重要的 最恐怖的是什麼呢 我自己 最恐怖的是生純瘡 你有沒有生過 經常生的 經常生純瘡 濕熱的人是經常生純瘡 然後真的很難生純瘡 你自己看見自己也會害怕 你的嘴巴無緣無緣無故 整個波子 好像水泡一樣 大顆爆開 不斷流水出來 我現在想起自己覺得很難生 我生過一次 因為你表皮爆了之後 有些血小板去補回你 還有我想問大家 雜伯加之大食 我上唇 是不是有個姊妹 想修補醫生介紹 不是啊 真的 我上唇中間這個位置 即是唇中間的位置 不用了 大家知道哪個位置 我長期裂開 貼不回來 你懷疑自己 輕微吐唇 是嗎 不知道要問一下醫生 但我是貼不回來 現在下肩都好 如果是星期四問醫生 問我們 但我每逢一冬天 就糟糕了 因為永遠是裂開 所以貼不回來 其實你應該長期要戴著一支潤唇膏 沒有看症的 那階段就不是看我們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咬到舌頭 死了 好緊 因為你吃東西 有時候會 噢 是呀 是呀 你會不會發覺 你自己按了一條舌頭 或是一塊咬出來的 我沒有這麼誇張 我爆開了 好像有流血 有流血 我永遠咬了自己的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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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非之 你覺得好像一塊爛了 所以那一刻永遠是很恐怖的 你有沒有試過小時候剝牙 這個題目告訴你 你是怎樣剝牙 我第一次剝牙的時候 因為這裡有隻牙 不是啊 你是怎樣剝 我真的想自己剝 我也是的 找到門 我媽媽很勇氣 但我找到門 找到門 我媽媽很勇氣 我媽媽很勇氣 我真的想回答你 我真的想回答你 我想問我的牙齒這麼不齊 是不是跟我媽媽的事 我媽媽小時候怎樣幫我剝牙呢 那我就動牙 一鬆了 一搓就可以了 真的一搓就可以了 他拿線幫我剝牙 大家乖 準備拔了 準備拔了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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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是不肯說那麼多 她說的 我懶得跟你說 她說了 就覺得哄你了 但是我小時候 你 那你以為她在拔 是 拔了 你當以為她還在拔的時候 就拔了 你有沒有試過 所以拔到牙齒不齊 我懷疑 拔到一半 又脫不完 我試過 試過 你很慘啊 我也試過 以前小時候 脫牙齒 不是100% 對 你明知道 脫著 糟了 我究竟拔掉她好 會不會連 一塊肉都拔出來 我現在吃了 我真的衷心感謝主 因為我媽媽試過一次 她在拔牙齒的時候 她的牙齒都拔到一半 她的牙齒 好彩 幸好那條線沒有飛出來 她是拔了第一次 我感覺到她拔了 我眼睛都拔了 幸好 這條線沒有拔出來 如果拔了出來 她要再綁過 那她應該是綁出牙齒還是綁出肉 她是綁出牙齒的 她不會綁出肉 幸好那條線沒有脫出來 她馬上拔過 我感覺到 我感覺到 脫著了 她也感覺到 我感覺到她 你的牙齒是鬆的還是什麼 脫了出來一半 我感覺到 我懷疑她是那些 在走蠱蠟 走蠱蠟 那個位置不夠多 倉不夠大力 她倉不夠大力 她倉不夠大力 她那一刻就補了 她那一刻 我感覺到這麼大 你什麼被拔牙齒 這件事真的最多恐怖 真的最多人 扔牙不恐怖 你可能撞到不知道什麼事 一塊指甲脫出來才恐怖 我試過 我試過